好 我們今天來上這個HTML的剖析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今天就是我們知道網頁上面通常會有一些你想要的資訊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我現在舉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就是攤蓋活著吧 我來看一下 好 這邊是不是有這個每個醫院現在這個急診的這個目前有多少人在等 然後有多少人在等住院什麼 這邊是不是我們一目了然 我們就可以看出現在最急的就是台大非常非常急 你現在要送急診的話 最好不要送台大 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三星總院在哪裡好了 零 哇 三星總院真空 這個看起來不知道生意好不好這樣子 好 不知道是有效率還是生意不好 好 那我們來想一下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它是怎麼樣過來的 就是 呃 你 你就是 呃 實際上啊 就是每個醫院啊 假設像台大 台大這裡會有一個 這裡會有一個醫院 這個 這個是會更新的喔 就這個你如果刷新 我現在刷新是10.05嘛 對不對 等一下 我刷新了之後 這個數字是會更新的喔 好 所以我跟大家講 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其實就是從這些數字 然後這些每個醫院匯整過來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你現在 你可能想要知道的數字是 這個等待住院人數 這個86人 對不對 那我現在 如果你現在要做一張這樣的table 你是不是要一個一個去每一個網站 然後把這個數字複製過去 大家聽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苦工就這麼做的嘛 對不對 好的 你現在想要電腦幫你做 可不可以 有這個可能喔 我現在想要電腦幫我把86貼到這裡來 好 當然那邊90是因為那之前的數據啦 他是9點多更新的嘛 對不對 好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我們來怎麼做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你看到的畫面 實際上 電腦如果讀這個頁面的話 他讀到的會是長這個樣子的喔 他讀到的是這個樣子 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你所看到的網頁 其實是 HTML 的語法 然後 Chrome 是什麼呢 Chrome 或者是 IE 他其實是 HTML 語法的這個預覽器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你看到的網頁 這個花花綠綠的擺放不太 就是非常自由的擺放方式 其實是一個叫 HTML 的程式語言 他不能算程式語言啦 他算就是算一個 也可以算程式語言啦 但是他是靜態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程式語言他的意思就是 大概大家看一下 我們可以來猜一下他的意思是什麼 好 舉例來說 他在這裡 他說 DIV Text Online Center 大概就是什麼 至中對齊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這邊 可能 這邊大概就會有一個什麼標題啊 然後這邊 欸 是不是有 TD TD Table的意思啦 你看這個斜線這邊 是不是有個 Table 這邊有個 Table 然後 Table 可能到最後有個斜線 Table 他都是用這個 Table把它夾起來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然後 這裡是不是就有個什麼 等候掛床人數兩人 等候看診人數一人 好 依此類推這樣下來 所以你應該感覺出來 如果我有興趣的是這個 86 人 我是不是要找出他正確的位置 然後把這個 86 人 給他剪下來 比如說你可以用什麼 就是我們前面有教一些文字處理嘛 你可能可以用什麼 就是什麼 SUVSTR把它割出來 那這樣我是不是就可以拿到這個數字了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們現在試著 把這樣的一個檔案把它讀進來 大家看到喔 你要先輸入你的網址 UIL是這個 你 UIL這樣輸入下來以後啊 你可以把它 你可以把它這個 你可以把它這個剪過來 Scan 好注意喔 Scan的時候會花一些時間喔 因為你的 你的阿遠正在讀網站 好你Text讀完之後 你會看到 欸他是不是 每一個 是不是就是把這個東西把它讀進來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然後接著下一步你要做什麼事呢 你需要把它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他只要遇到 空白或是換行符號 他就會自動下一行 你看這裡他其實是空白嘛 他就下一行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所以說 你需要先把整串文字貼起來 這樣你才有辦法去抓到 你重要的資訊在哪裡 你重要的資訊可能是這裡 86人這個吧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喔 好 我們先把它貼起來 好貼起來之後我們來看一下它長什麼樣子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找到 假如說我們有興趣的是等候住院人數 在這裡對不對 86人是我們有興趣的東西 那這裡他顯然是不會改的 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找出這一串字的位置在哪裡 他後面的字也是不會改的 我們是可以找出他們在哪裡 然後把它夾出來 好 我們來看怎麼做啊 好我們先把一個比較簡單的東西夾出來啦 就是我們想要把title夾出來 也就是說這個 這裡title夾出來是不是 title在哪裡啊 title在這裡 它是不是被title夾出來了 那注意一件事情喔 這個title啊 你如果是看的話 它只出現一次 好這裡也是喔 它也只出現一次喔 你要注意你的那一串 就是關鍵字的位 會有沒有出現很多次 那出現很多次的話 它出現很多次的位置 是不是就是你想要的 這樣東西是嗎 這邊就是偷觀察而已 好那我們來看喔 那你的 我們已經會正則表達式了嘛 所以我們知道 title 然後 任意字緣 然後這個 就是 不限次數 然後跟斜線title 把它夾起來了 那就是我們想要的位置 我們這樣做了以後 它告訴我們什麼意思咧 這個起始值是67 長度是37 這樣可以了解吧 起始值67 長度37 所以我們的 start position 就是 start position 就是67 那 end position呢 就是67 加37 減1 好 67到103 我們可以用substr 把這串字把它割出來 我們割出來看看 割完了以後 你可以產生這個東西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這是不是就是我們要的了 那當然如果你討厭那個什麼 這些 這個東西我們叫做HTML的標籤 你討厭這個東西 你可以用gsub把它清乾淨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所以說 我們現在是不是完整的展示了一次 首先假設你有個網址你想要看 你可以先把它scan下來 scan下來以後 你會得到一堆文字 然後經過一些前處理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乾淨的文字段落 那這一段文字段落 你就可以運用上捷克我們學到很多文字處理的技術 然後去把它割出現你想要的位置 然後把它呈現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有了這個概念以後 我們來個更複雜的例子 剛剛那個例子 剛剛那個例子 剛剛那個例子啊 就是 剛剛那個例子是割這個嘛 這個很簡單對不對 我現在想要割 等候掛號人數兩人 等候看證人數多少人對不對 啊你有沒有發現它前面這個標籤TD 一直出現 出現十幾次啊 所以這個 這個是一個好標籤嗎 這可能不是一個好標籤 那我們要怎麼處理咧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做 等一下我們 首先 我們先用個TR這個標籤 這TR這個標籤也是出現很多次啦 它總共出現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九次 好那你發現了什麼 每一個TR是不是都夾著 一組文字描述 加上一組這個人數 對不對 好 好注意喔這個東西喔 要透過觀察 就是 因為每個網頁 等一下我們會帶你去做別的網頁 主要是三星種類的網頁 你會發現每個網頁其實長不一樣 所以你必須透過觀察喔 沒有說什麼一串程式碼 就可以應對所有的網頁 沒有這種事情 觀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那你現在知道TR是一個關鍵標籤 因為TR跟斜線TR 它可以把我們想要的information夾出來 至於什麼TD之類的 這個我們到時候再把它去掉就好了 割開去掉就好了 好所以我們現在 把所有跟TR有關的 我們都把它夾出來 好START POSITION 總共有123456789 9個END POSITION 也是9個 有對到 所以我可以第一組 第一對一 二對二 三對三 四對四 這樣可以吧 好的我們來試一下I等一 START POSITION START POSITION 就是START POSITION的TR的開頭 END POSITION END加上結尾 然後再-1 這樣可以齁 好我們來看一下 I等一的時候 我們可以夾出什麼字 I等一的話 我們是不是夾出了等候掛號人數 這邊還有一些什麼TD之類的標籤 這個不重要 等一下我們再把它去掉就好了 等一下我們再把它去掉就好了 那I等2咧 我們I等2加一下看 好這是不是 我們夾出了我們想要的資訊 好那我們要怎麼樣把那些TRTD把它刪掉 我們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來你現在看喔 等候掛號人數是我們不想要的 對不對 等候掛號人數這一串是我們不想要的 TRTD這些東西也都是我們不想要的 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來 斜線問號是什麼 出現0次或1次 所以就是我把 這個 這個TR跟斜線TR的標籤都取代掉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我全部做完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0人 等候掛號人數 因為我現在I等2 I等1的話 I等1的話 他就會變2人了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請大家 我們現在已經示範一個囉 我現在請大家做寫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能幹嘛 就是你只要一直行這個函數 你這個函數就會從 讀取 Scan網頁開始 那Scan網頁開始了以後 你就可以把 這些比較重要的資訊 把他全部呈現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可是我希望你呈現成TABLE 幾人幾人幾人 因為這樣之後才會比較好利用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才有機會做成這個 你才有機會做成這個 來 那如果啊 如果你覺得 來注意喔 如果你做出來覺得很簡單 我們這個會讓大家稍微練習一下 我希望大家可以花個大概 20分鐘左右的時間 把這題做出來 如果大家覺得這太簡單了 台大醫院其實憑良心講 是我這邊找到一間最簡單的醫院 我們來看三菱總醫院好了 三菱總醫院這個看起來也蠻簡單的 你檢視網頁醫師嘛 所以你應該很容易就可以抓到 你看這裡是不是 基本上 欸 喔 三菱總醫院抓不到欸 你看他是不是被蓋住了 你如果直接檢視網頁醫師嘛 你會發現你找不到那個資訊喔 因為他是直接從資料庫裡面去撈 他這邊是一串原師嘛 好這個對你們來講有點太難了 我們需要用別的方式去做啦 那這個我們先 這個我們先跳過 三菱總醫院沒辦法做 我們再來找一些其他的醫院 就來說 呃 就來說 台中農總好啦 這個看起來是不是花花綠綠的 這個花花綠綠的看起來就很難做喔 我們來檢視網頁醫院是吧 好你看他是一堆程式嘛對不對 我們來看等候 等待推床看在哪裡好了 等待推床 等待推床在這裡 這邊有15 所以他是夾得出來 152這些數字夾得出來的喔 等待出現2 他夾得出來的喔 152這些數字夾得出來的喔 這樣都會 可是這個是不是就比較難 因為 網頁花花綠綠自然就會難了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所以我們先做這個 台大醫院啦 那台大醫院夠簡單 那剩下有一些醫院 他需要更進階的技術 那個我們之後再說 好那我們先把時間給你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 這個我剛剛其實已經寫成那個樣子了 呃 要包回圈其實不是一件那麼難的事情 就是你只要 假說這裡 4 i 1到多少咧 lens start position 裡面的第一個物件 這樣子就是9了嘛 9次了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可以把 好我們可以把這個 print 把它print出來 這樣我就可以得到 然後 這樣我就可以得到 所有那些我想要的資訊了嘛 對不對 那你說 要把這些做一些 錢處理什麼的啊 這個都小事 這都不是什麼特別難的事情 甚至 你想要把 這些全部都取消掉 也沒有那麼難 好那 然後 你可以開一個 空的物件 然後把它存進去 我想這件事大家都做得到 所以 你如果要把它 做出來的話 像 這裡我就是給個範例啦 就是說 我們可以先產生個result 然後 你看他都等XXX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 我還可以用這種方式去把它取代掉 反正這個 那個 分號前面的 分號前面的文字把它取代掉這樣子 那最後我們就可以得到 有這樣的一個table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跟大家講啊 這個 關鍵 這個 我們做網頁這個關鍵重點 第一個是 我們需要學會scan這個函數 因為你要去把網頁原始碼把它抓下來 你一定需要scan這個函數 大家沒有問題 那第二個 比較重要的是 我們 是怎麼去處理它 我們要用到上節課 我們教了非常多 這個文字處理的技術 我們才有辦法去面對所有挑戰 只要它東西在那個上面 你就可以把它抓出來 至於不在那個上面的 那個還需要用其他方式 那個之後 就是我們這學習不會教這個啦 但是大家可以在上網自己去找一下 要怎麼做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今天 第二個小節我要教的東西 是利用套件執行任務 這一定是快非常多的 快多少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你要先library它 然後網址還是同一個 還是台大醫院 然後你看一下 我們直接把它read進來 是長什麼樣的 我們剛是用scan對不對 我們現在變成readHTML 我們把它read進來看看 好read進來了以後 我們來看website 這裡有一堆 它本來就已經貼好了對不對 好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有一個東西叫 這個符號大家應該還知道吧 就是左邊丟到右邊嘛 對不對 左邊丟到右邊 這個我有教過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你發現 對面丟到HTMLNodesTR 它這個函數的意思是說 請你把跟TR有關的東西給我抓出來 那你前面你不是在抓TR嗎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你是不是看到 其實它已經抓到123456789 全部都是這些東西了 這樣可以吧 好接著 再把text把它抓出來 欸 這是不是就是我們要的東西啊 只是 出現了很多什麼空白啊 什麼斜線N這個東西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不是就是下一行下一行的意思嗎 好那我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非常快啊 你看這樣我是不是 你看我這樣子 兩 我這樣子三行指令 是不是我就把我想要的 東西把它抓出來 那之後我要做處理 是不是很簡單 我只要把斜線N跟空白把它去掉 那我是不是就能做出 我是不是就能做出我想要的東西了 好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所以說 用套件是不是很快 好所以前面這邊真的只是 概念了解就可以了 我們以後做事情都還是用套件做 好那 這個我順帶一提啊 就是為什麼我 上課都喜歡就是 一開始不是就叫你用套件 主要原因是因為這個 就是 如果什麼都用套件的話 你們會很像說 要做什麼事情就用什麼套件 然後什麼函數 這樣不好 這樣跟學程式是 就是不是學程式的好方法 就你沒有辦法變化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就是 這篇文章好了 這個這篇文章我們現在直接 等一下來看 好這個是 這個是就是 這是套件的版 這是PET啦 這是個老人用的討論區 我知道現在這邊 年輕人沒有人在 上這個網站 好不好 那這個 老人用的討論區 這個 可是就是 你們 你們比較喜歡看低卡的話 你們可以把PET 給你低卡的 可是因為我是老人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示範 老人討論區 要怎麼樣去爬蟲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仔細看一下 這個討論區喔 來這 你現在點進來之後 他是不是有一堆這個文章 對不對 然後這邊是不是有 什麼真女 然後什麼真女什麼的 我 為什麼要用低卡 是因為我 欸不不不 我為什麼要用PET 是因為我去看了一下 D卡文章 因為我真的是不太習慣 那個就是 他們的那個模式 就是你看 PET 大概前面是不是就會有一個 中括號 就會告訴你說 這篇的重點是什麼 那我發現D卡好像沒有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啦 搞不好有 他是有一些 他可能有一些 反正我沒有融入過 那個群體啦 所以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 精確 快速的找到這個重點 好 那你說這個 有這個 括號有什麼好處呢 你看 這個真女的意思就是 男生要真女朋友 這個很無聊啊 女生不會想有興趣上去找的 因為這個太多了 也不是說沒有興趣上去找 是 這個真女的文章 你看喔 這個 你看真女的文章 這邊 尋找那對的人 這邊就是沒有人回應 你看 你只要看到真男 欸 26 26個人回應 真男 11人 真女 沒有人回應 這樣對不對 所以你就知道啦 這個 如果有女生在論壇上面 跟真男朋友 這個是很競爭的啊 這個男生你想要 大家怎麼笑那麼開心 這邊 我不知道為什麼今天 我這個學期 上課 為什麼女生比較多 就是 開這堂課 不是特別有趣 對不對 怎麼男生只有兩隻貓這樣子 那這個 那所以說 我想要跟 這個女生沒有辦法體會這件事情 就是 如果今天 有一個女生上去PO一個真男文 這個 你沒有第一時間記信 那你就沒有救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我這個 我也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你看這個回文多麼的密集啊 對不對 你第一時間需要知道啊 我們現在隨便點一個真男文 欸 真女文 完全沒有人回應啊 這是正常的好不好 所以 所以對男生來講 是非常殘酷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必須寫一個程式 是 一有女生上去發真男朋友文 那這點是不是就括號真男 那我就要趕快上線去回應 這樣我才有機會嘛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最近有 最近那個 有 欸 大家如果覺得這個 Otogether 女生覺得Otogether 那個不夠有趣啊 那我建議大家來這個 我來找一下什麼 Drama Kicked Drama Kicked 我看一下有沒有辦法找到 Drama Kicked Drama Kicked 這個 這個版不錯啊 這版你就可以看到售票 對不對 有時候我在上面就找 這個什麼 售票 然後你可以找說什麼 售票什麼 林俊傑啊對不對 一有人上去賣票 我就馬上去搶 這樣子 這樣可能也是 蠻有用的啦 你看這個PT有個好處 它前面是不是就有一個 這個 什麼售票 那這樣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比較容易篩選 我的那個字啊 那個D card我真的是不太會用啊 還是會用的話 你們在私下教我 好不好 好 就是我找不到那個 就是要怎麼去 就是我覺得那個題目 都是要人要去看啊 那個 沒有辦法用電腦很快的去 去篩選這樣子 好那 你現在已經知道這件事情了以後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把這一頁的文章 補進來 好不好 那一樣 read.html 把檔案 讀進來之後 然後 注意一下 我們好好觀察一下 檢視網頁人士嘛 你會發現啊 這個 售票 什麼什麼 一張 這個標題 是我想要的對不對 你會發現這邊是不是用一個 A的標籤 把它抓住的 這個A這個標籤 我直接告訴你 是超連結的意思 就是 這一串 它會跟一個 背後的網址 這個網址 在前面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現在點進去就是這一篇文章啊 這樣可以吧 你們看這個字 會覺得看得很清楚嗎 為什麼覺得看得不是很清楚啊 你們看得到底清楚啊 我現在有點懷疑 是不是我眼睛的問題啊 好好好 不想要打擊我 沒關係 那這個 這個 我覺得我好像看不太清楚耶 好 那那個 那個 所以我們要把A這個標籤把它抓出來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把A這個標籤抓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欸 等一下 我複製不夠多 好 我們抓的是這一頁喔 我們抓的是這一頁 好 先讀 讀檔 讀檔 讀進來了以後 你會看到現在是不是 跟A有關的是不是好多 有時候是什麼 你看這些是不是都超連結 什麼 關於我們 點進去一定是有東西的嘛 對不對 那這裡 是不是 真語 今天我生日 但明年生日我希望有你 這個就是點這篇文章 你就可以進去看到它了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喔 好 那我們現在 這個真語了太多了 我們沒有興趣 我們要找真男 好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把真男的抓出來 呃 首先 你需要先把這個字做一個純化 就是把它變HTML Text 注意我的順序喔 我現在是不是只剩下關鍵字了對不對 可是 如果你用HTML Text 是不是那個超連結就不見了 我就不知道我要去看內文要去哪裡了 所以這兩個我把它分開囉 這樣懂我意思齁 好 好 然後你可以把用GP REP 那把真男 這件事情把它抓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抓出他的位子 好我們抓了以後 我們會看到 interested position 是 2329 4147 6 8 哇這麼多真男文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 哇 真的是很多人 真男朋友 比我想像中多太多了 這個當初 我在做這個講義的時候 那個網頁只有兩個真男文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 發生什麼事了嗎 怎麼會那麼多 好 那如果你覺得 你注意一件事情喔 如果你想要文章的超連結 你還記不記得我剛剛說 等到你到這一步 你到 就是你到 needed text 的時候 他的超連結就不見了 他的超連結在 need.xtml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需要他的超連結 你需要need.xtml 然後把那個 interested position 把它抓出來 抓出來以後 然後你再 用這個 函數去把他的 超連結 把他抓出來 這樣你就可以得到 這一串 這個是他的標題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他的超連結 這樣一對應的關係就出來了 那所以 如果一有女生發真男朋友文 我是不是就可以 上網去 是不是就可以告訴我 至於怎麼樣讓程式寄信給我 這個到時候再說啦 好不好 什麼寄檢訊 這個寄檢訊沒有辦法 要錢那個沒有辦法 寄信這個是有一些套件可以做的 反正總是你 就可以寫個回圈 然後知道有人正男朋友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那I等1 你一個一個就可以抓出來 I等1 然後我們可以把sublink 就是我們現在總共有五個 I等1 然後我們的sublink 這個就是真的超連結囉 來這個超連結 我們實際上點過來看一下 好你看這個是不是 真男星期六台北孤位 你們真的是都看得很清楚是不是啊 我highlight才看得比較清楚 好啦好啦我不想 然後這個 就是獲得多個獎項的孤位 好 反正就是 這個 他就想看那個 他就想看電影嘛對不對 好 那你一定 你這樣子就可以點進去看他的文章 看你有沒有興趣啊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 我們 把這樣的一個 link 點進來之後 這一頁是不是還是可以再讀一次 就再用html讀一次 意思就是我們現在右鍵 檢視網的右鍵師嘛 你是不是又可以再看一下了 那你看到你可以有哪些重要information呢 像這些文章的內文 文章的內文 這個你很難抓 你點進去看比較快 對不對 你比較重要的關鍵字是什麼 比較重要的關鍵字是 時間呢 時間在哪裡 我來找一下 meta data 是這裡嗎 作者時間 啊這裡這裡這裡 這個時間很重要 因為你 你如果說 我剛剛跟你講 這是一件非常競爭的事情 對不對 如果你 如果你發現你已經過了10分鐘 你才收到這份訊息 那你就不用上去了 沒有意義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這個時間很重要 我們把時間割出來 那怎麼割出來呢 本來的網頁上是沒有時間的 所以你可以透過 再讀這個sublink 讀這個sublink之後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sublink裡面的時間 那你就可以用article meta value 把這些informations抓出來 你可以知道作者是誰 然後 他是在哪個看板 文章 文章這個我們剛剛都已經知道了 但是這個時間 我們就要透過這種方式把它割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你如果女生對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是女生你對我們現在的這個 這個找Altogether版沒有興趣的話 你就想想看搶演唱會門票 大概的盛況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article info 我們就可以把它抓出來啦 好 這個 台北 禮拜六 台北孤位 好 這樣是 11月24號 欸 這是昨天欸 啊 竟然是我找那麼新的啊 好 那我們現在做個練習了 那其實要做什麼呢 就是 請你寫出一個程式能夠隨時調閱 最近10篇的真男文 這個有一個 這個有一個蠻難的地方 仔細注意喔 就是 你現在 這是首頁 這個index就是首頁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進來之後你說真男 你現在找真男 你現在找真男是不是有兩篇 對吧 好 可是這只有兩篇啊 你怎麼要找最近10篇 你是不是要按上頁 你按上頁 這裡是不是會出現一個link 然後你 如果找到又不夠 你是不是要再按上頁 上頁 一時來一推亮下去 所以你在第一頁的時候 你在第一頁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知道上頁的超連結是什麼 因為這樣你才有辦法按上頁吧 有辦法找到上頁超連結嗎 欸其實是有辦法的 他是有超連結的 所以你其實是可以按上頁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就是 先找最近的幾篇 那找完了以後 你就找上 你就按上頁 然後讓他去下一個 網址去搜尋 看還有沒有真男文 再去上個再去找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 你可以試著做這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非常好玩 我會給 我基本上 這個我希望大家都做出來 好不好 你如果 你如果不會按上頁 你可以偷看後面的答案 好不好 後面的答案你可以 就是 我是這個樣子 就是今天這個練習題 大家先稍微 自己發揮創意一下 對不對 但是 15 就是15分鐘之後 我應該會先給大家一個pre-run 就是我會教大家大概是怎麼寫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你也可以看著答案 然後互相對照 然後學習 那接著我會希望啊 這個 寫這個可能 你如果覺得 呃就是 想要觸類旁通的話 就換一個看板 我是覺得Drama Ticket不錯啦 欸 我來找一下最近那個 那個 那個 我來看一下 如果我要去 找那個 運動的那個 Ticket在哪裡 我來看一下怎麼辦 欸 找不到 好啦算了算了算了 我找不到說賣那個 那個 Dewine Howard門票的那個 那個 看板是哪一個 好 那沒關係就是 你們可以 隨便找個看板 隨便試一下好不好 那我們就把時間給大家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你現在有一些基本的 這個 就是功能 我已經給你了 就是 至少你可以抓到 有幾篇針浪文 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知道 呃 你也知道上頁下頁要怎麼看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喔 所以首先 你的原始的UIL 一定是這個 做了 你讀完了以後 你要你要把 跟這個有關的 這個抓出來 對不對 跟這個有關的抓出來 所以你 你現在這樣子拉下來 你看一下喔 好 你現在這樣拉下來的話 是不是有一個 上頁 這個是不是我們要的 這樣都會是吧 那上頁是 上頁它一定固定在 這個 它不一定固定在哪裡 所以我們要知道 上頁的那個 就是 的link在哪裡 上頁的link是不是就在這裡 就是 我們來改一下喔 Next Page Position 它等於 好 我們這邊改上頁 上頁 好這樣我有了這個Position之後 我的link是不是就可以出來了 Next Page Link 好這是不是就是上頁的link 這樣等我意思吧 就是等一下我找不到10篇的時候 我就要找上頁 這樣可以齁 好那當然它可能還要再貼上這個 什麼有的沒的這個我們再 這個我們再貼 反正就 這個 可以這樣子可以這樣打 好 好 好 Next Page Link 這樣就是一個 完整的一個 UIL 這樣可以齁 可以接送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 那我們現在一次我們就要找10篇文章嘛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可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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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s Articles 等於IP 呃 覺得說 10次 好反正我們就是要做10次嘛對不對 這樣可以齁 然後 然後 那個 我們接著 我們就可以找 我們接著是不是就可以找出 現在這一頁 這裡我們先做一個註解 Next Page Find Article 好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先找出 這裡面跟真男有關的 跟真男有關的這個位置在哪裡對不對 好我們做了這一頁之後 不過我們發現 這個數字有時候會大有時候會小 他一定是一個0到無限大的數字嘛對不對 雖然我現在看到是2 所以我這邊一定要跟他講說 If 這個東西 等於 If Lens 這個東西等於等於 0的話 那我要做 大於0 大於0我才要做事嘛對不對 大於0我才要一個一個抓嘛 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把這個 Forg 我直接I等於1好了 I等於1的時候開始 我就可以一篇篇抓嘛 對不對這樣可以接受吧 I等於1的時候我怎麼一篇篇抓啊 來 我的Need Links Need Title 等於 好然後我這裡我再往後貼好了這樣 Need Link 好我這樣是不是可以得到我的 Need Link跟Need Title 我把這個 我把這個 好這是我的Need Link跟我的Need Title 對不對 好那我可以 我可以把它貼起來 好 主要說 I等於1的時候 我就把 呃 Paste 然後 Need Title I Need LINK LINK I 我就可以把它貼在一起 好主要說 呃 這樣子 我們再多貼一些好了 超連連結 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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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貼會不會比較清楚一點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東西存到 Article這裡來 好可是它存在Article哪裡咧 它存在第i一個嗎 可能不是喔 因為這個 因為如果你現在 已經找到第二頁了 它前面可能已經好幾頁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他不是存在第1個喔 因為我還需要一個資訊去記錄現在的Position是多少 那我要怎麼記錄現在的Position 我可以開始嘛 在最開始的時候 Current Position 等於 0 那我現在的CurrentPosition CurrentPosition等於1啦 就是 最開始的時候一定是第1篇嘛對不對 那我在這裡就是這個 然後我只要每做完一次 我的CurrentPosition就等於Position加1 這樣他就會跟著跑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所以這樣子我是不是就可以4 I In E To 多少 Lens 這裡對不對 這樣我就可以把第1頁給他掃完了 這樣我就把第1頁 的所有文章都已經掃完了嘛對不對 對不對 好接著勒 接著我就要改下一頁了嘛 不然的話他就 他就不會繼續找下一頁對不對 所以這裡 我們都是要 我們都是從UIL開始對不對 所以我就可以把這個UIL把它取代掉 UIL 等於 NextPage Link 這樣是不是他就會翻下一頁了 然後他就會從頭再做一次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所以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現在是不是可以4 這回圈 那我要翻幾頁我可以自己決定嗎 假如說我最多翻10頁 這樣可以嗎 然後 一路到底 好然後注意 這裡有一件事情 有一個事情很關鍵 如果 craneposition craneposition加到 因為我只要找10篇嘛對不對 如果if craneposition大於10 也就是 我第10篇填完 他變到加上第11了 我是不是要停止 我們就用stop好了 stop就會停住了 這樣可以 stop 就是 就已經到了這樣子 好 或是你可以 你可以是break 就是break 就break 然後 在這裡也是 這裡也要break 你這裡只有break挨回圈 你還要break追回圈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來做一件事情啦 就是我們每 我們每那個就是我們每 就是 我們每search完一頁我們就 把它print出來 這樣可以看一下我們現在的狀況 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們現在按下 我們現在按下run source囉 你看喔 第一頁沒有 怎麼那麼慘 怎麼可能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第一頁怎麼可能會沒有 我們剛剛找第一頁名就有啊 欸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現在要debug的時候會怎麼debug 我通常會這個樣子就是我現在在這一步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對不對 所以我會把它stop住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interested position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欸這個interested position怎麼會沒有 喔 他真的換頁了 你現在 你現在看一下這個這個網址 現在是真的沒有啊 現在 現在在網上頁你要網上頁找才有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我們 那我們那我們那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說 所以說他是 是真的剛剛換頁了 我們在這裡 一開始給他 Messenger 第 J 頁 好這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來我們第一頁然後我們read 然後 我們就我們第一頁是找不到的 我們現在要找第二頁了我們來看第二頁有沒有 第二頁照到底講會有嗎 第二頁這邊應該是有一些真難吧 至少這邊有一篇了嘛對不對我們來看一下 欸Arrow 為什麼會Arrow咧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UIL是 對的嗎 這個UIL應該是對的啊那我們來read一下 他不能讀 現在網站出錯網站出錯了嗎 他說讀了10秒都讀不到他 這個意思是這個樣子 我是 我是被block了是不是啊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這發生什麼事了 還是我現在斷線啦 等我一下我確定一下 我現在是不是斷網了 有種斷網的感覺 我現在斷網你們有斷嗎 哎呀我我上課上到一半就我斷網了 蛤 什麼無線網路 好啦沒有關係我用我現在我現在是連到我 SERVER啦 我SERVER斷網了我現在來看一下這裡可不可以用 說什麼好了 我們先把我們先把時間還給你們啦 你們先按照我剛剛的邏輯先大概做一下 我這裡的這個就是練習的答案 就是他寫的比較完整 我一次甚至我產生一個matrix一個一個填 這樣子然後我做完了之後 甚至還去讀那篇文章 然後把那篇文章的這個link把它抓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所以我們先就是我們先 你這邊直接複製貼上是一定可以動的 前提是網路是網路通的 好不好那我們先給大家練習一下 那我看一下我網路到底發生什麼事 好啦我反正我剛剛再run他一次他又可以動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那反正他就他就網路就好了嘛對不對 那那個大家回去可以再想一下 到底要怎麼做 那那個我們來看一下就是八卦版 八卦版很難喔 八卦版難在一個地方 就是這個是個小 這邊需要一個小技巧 就是你現在登錄八卦版的話 那反正他的畫面會先問你說 這是一個十八鏡的版 你要先告訴他 我滿十八歲 可是你注意一件事情啊 你按下我滿十八歲之後 這個網址還是一樣啊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你如何去按我滿十八歲這個按鍵 這是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檢視網院是罵 警告 我同意已滿十八歲 這邊沒有超連結給我按啊 這邊沒有button 對不對 所以對於這種網頁我們要怎麼處理 我們要怎麼告訴瀏覽器說 我滿十八歲了 對不對 這件事是不是很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啊 好如果你直接讀的話 你只會看到 你只會看 反正你一定是看不到那一頁的啦 好不好 你必須告訴他我滿十八歲 好 注意一件事情喔 來 就是你訪問了該網站以後 我剛剛是不是已經點過我滿十八歲了 我剛剛是不是已經點過了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這個 你們可能從來沒有看過這個 點過這個玩意啦 有人點下去過嗎 沒有對不對 點完之後你看這邊有cookie 這點完cookie以後啊 你會看到這裡有一個cookie 這邊有很多cookie over18 看起來就很像 over18.1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你有了這個cookie以後 我現在再開一個新的分頁再訪問 他是會直接進來的喔 這樣懂我意思吧 可是如果我把這個cookie給清好 清掉 移除 好現在是不是沒有這個cookie了 我再開一個新的視窗再按次 是不是我要按次 所以原來按下去之後 他就是在這裡產生一個cookie 這個 你把這個cookie產生是一個註記啦 over18.1 這樣可以接受 好那我們要怎麼去加cookie咧 我們這邊我把我怎麼按的沒有秀出來 這樣可以好 我要怎麼按cookie咧 來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套件 就rcuil 注意喔以後你會發現了這個 你 需要什麼網站 讀網站的新功能啊 你要新套件 基本上你就是去找套件就對了 這樣比較快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喔 你需要先把這個網址先把它抓到了以後 然後給他set cookie cookie over18 in is equal to what 然後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得 你就可以 告訴這個網站 我現在已經滿18歲了喔 請你不要再這個請你不要 好我們先 再run一次 好這個時候就是我已經滿18歲了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我已經滿18歲了以後就可以getuil可以開始然後後面getuil之後 後面readhtml這後面就一樣 好 好get完了以後 這一串就是文字然後後面什麼readhtml後面就完全一樣的事了 好接著我就可以看到什麼新聞啊問過啊什麼對不對對不對 好那如果只想找新聞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透過跟剛剛完全一樣的方式我就把 剛剛跟真男嘛 我這邊改成新聞 這樣我就把它全部run完 好那我 基本上我們今天上課時間有點超有點就是 我希望 今天課基本上已經上完 我希望給大家一些練習時間啊 就說我們今天的課其實蠻重要的就是說 你怎麼樣去用程式去讀網頁 那我們來講一下幾個關鍵點 第一個是 你要先知道 你讀的網頁其實是html語法 那html語法的特性就是用那個就是這個大小的符號 把標籤抓框起來然後去 你要透過這個符號去抓字 抓關鍵字這樣抓你有興趣的字 那第二個你需要知道的關鍵是你可以用套件 去有效率的把這些關鍵字抓出來 並且帶有超連結 有了超連結你就可以去按上一頁下一頁之類的操作 這樣懂我意思嗎 最後你需要cookie的話 你需要用到另外一個套件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至於他有一些比較困難的 舉例來說像三星總院的那個 網頁上個字 我看的到結果裡面就看不到 那個讀網頁的時候就看不到 這是不是就很難 對不對 你可能就需要用到別的方法 別的套件 這個網頁的種類太多了 我不可能一節課 這個我甚至一整個學期全部都教網頁 都沒有辦法把所有網頁都講完 這樣懂我意思嗎 啊不過沒有關係啦 就是你遇到的在上網查 超程式嘛這樣比較快 這樣可以吼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裡 那我希望你們還是稍微練習一下八卦版的整個流程 那你們也可以試著把這樣的一個技術 把它拿去這個 其他版啊 甚至你們用Dcard也可以 只是Dcard我不知道要怎麼樣去 怎麼樣去這個就是篩選內容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裡 帶給大家一些時間練習 有問題還是可以問哦 我不會講了 中文